中共中央两会开幕前夕 第一届国务院机构调整方案成为焦点 铁道部与交通部合并一事 据传已经基本敲定 不过这一改动可能需要四到五年时间 才能逐步完成 分析指出 众多理由促使李克强挥刀闪铁老大 不过李克强操刀改革 不仅要有破局之胆 也要有破局之志 中国大陆第一财经日报27号报道 虽然没有官方定论 铁道部并入交通部的消息 已在整个铁路系统不禁而走 而且微博上 具有身份认证的人士更透露 铁道部和交通部门合并后 改名为公路铁路航空水路交通总部 稍早前第一财经日报还报道说 根据机构改革步骤 从制定计划到实施部门和人员的调动 少则需一两年 多则四五年才能完成 不过在两会公布方案之前 仍存在变动的可能 另外 由于涉及人员数目庞大 消息人士直称 后续的工作将是繁重兼具的 据了解 铁道部作为一个独立王国 长期以来备受诟弊 这个铁老大是目前国务院政府机构中 唯一实行政企合一 肩负政企双重职能的部门 是一个集监管者和被监管者 投资方和建设方 工程监理和建设者与一体的机构 甚至铁道部还有自己的公安局 检察院和法院 时事评论员汪北继指出 铁道部是个腐败专制的军事化机构 多年来一直受到谴责 早在2008年时任总理的温家宝 曾对国务院部委和直属机构 进行一轮名为大布置改革的撤并 计划将铁道部并入交通部 但是当时遭到时任铁道部部长 的刘志军强力反对而受阻 随着刘志军因贪腐下台 中国各界对铁道部改革的呼声愈来愈高 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指出 由于大量高铁项目上马 铁道部已经拒债缠身 截至2012年第三季度 铁道部负债26607亿元 资产负债率达61.81% 而同一时期铁道部税后亏损85.41亿元 这是未来铁路改革推进面临的棘手难题 报道引述北京交通大学金管学院教授 荣潮和的分析指出 铁路改革因包含三项含义 一是机构改革 就是铁道部并入交通部 二是正企分开 把铁路的运营建设职能剥离 运营部门从铁道部中划分出来 成立铁路运输总公司 再根据网运分离或者区域分割的理念 切割成不同的板块和部门 使铁路主管部门只具有公共服务和行业指导的职能 三是解决铁路债务问题 习李自从18大上位后 就向全国发出了加快改革 攻坚克难的动员令 多方消息证实 这次大布置改革将由李克强亲自操刀 海内外舆论也在关注习李的改革决心 由海外评论人士指出 铁道部和交通部的改革 将是判断习李改革力度的标志之一 而李克强操刀改革 不仅要有破局之胆 也要有破局之志